嗨,大家好 恒指繼續升 有一點意料不及 在美國制裁之下 中移動、中海油 之前都怕會被美國行沽貨 確實是正在出現 但是有些反制裁行動 北水買回頭 而且買回頭 所以中移動很意外地 升回到47元 恒指也升到28,200點 市場就將目標價進一步推高 現在普遍都看到29,000點 但是我覺得 畢竟由1月到現在 恒指也升了不少 差不多2000點 再升幾百點的話 所以暫時看看28,800點 這個位置 不要一下子拉到30,000點 近來的資金都非常集中 在一些被制裁股 中移動、中海油等 究竟這些資金 炒到這些股息 消息消化之後 會不會走回其他 譬如ATMX那一類呢? 昔物以待 因為始終新經濟股 相對比較落後 當然有一個反壟斷 各方面的困擾 但是看來 這些新經濟股 都有些落後追下的 但是當然有大前提 就是說港股 不要說急轉彎 或者是 資金會繼續留在 保持著 只是一個板塊的輪動 那麼新經濟股 我想下一轉可能會有些運行的了 謝謝大家 我們來看 這兒 我們來看